大家好,我是蒋师阳光 欢迎大家来到北方网项目一讯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进行JBPM工作流 这个教程的一个收课情况 今天呢,我们首先进行JBPM整个项目的第一讲 就是JBPM的一个介绍,以及相关的基本的一些讲解 JBPM呢,大家有的在项目中使用过 有的呢,可能听说过,但是没有一直使用过 JPM呢,实际上是一个工作流行方面的 一个小的一个开源的一个框架 这个开源的呢,也是随着时间的不断的变化呢 进展,它的版本呢,也有所升级 我们这,我们整个这个JBPM这个工作流行 这个教程呢,我们是针对3.0啊 实际上就是3.2进行收课 我们呢,会在最后三章呢,也就是啊 20,21,22章 我们进行呢,3.0与4.0的一个特性 一个比较 以及4.0的呢,一个简单的一个开发的讲 一个培训 下面呢,我们首先呢,看一下我们JBPM这个介绍 大家都知道啊,JBPM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工作流隐形的一个套件 啊,所谓的套件呢,就是一个开源的一个工作流的一个插件啊 它是与我们的开发工具啊 Eglips啊,紧密结合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啊 啊,工作流的一个插件啊,它呢,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长型的一种产品啊 就是工作流隐形的一种产品啊,这个JBPM呢,呃 我们在整个项目当中呢,是与Eglips呢啊,完全的以插件的方式进行相关的结合 但是这个JBPM呢,这个工作流隐形呢,也可以与不同的开发工具啊 比如Nespace啊,IBM的Nespace都可以进行开发 因为它呢,呃,是根据你开发工具不同啊 它会还是相应的啊,没有什么变化 啊,还是说工作流隐形呢,这个套件呢,还是它没有变化的 实际呢,这个JBPM呢,就是说以动作的类 以及数据库底层的一些数据库的关系啊,逻辑关系 以及一些smail的配置文件啊 以及它有个特有的一个图形化的设计器,哎,进行组成的 实际上就是这么多啊 啊,它也是通过啊,简单的一个Java类 因为它也是一个Java开源的啊,开发一个材材件 它是实际上是用啊,前端的一个Java类啊 以及配合数据库生成的一些逻辑的数据库表啊 进行操作 然后根据一些配置文件啊,进行配置 前方呢,你可以用一些图形化的设计呢 给它设计一些流程啊,啊,stay这种状态节点呢 啊,noodle这种节点呢 然后stop这种流程结束这个,这种每一个啊,点 我们可以用流程图,呃,流程设计器这种流行啊,流程化的进行配置 然后呢,会在smail配置文件中呢,进行形成相关的一些节点啊 就像我们用的sprint里面的一些并节点 它会根据相同的节点啊,相同的一个触发的一个顺序 然后呢,进行相关的一些操作 我们本个,本教程呢,啊,本课程呢,也是说,呃,给大家呢 从JBPM的一个基础啊,一直到它的每一个对象啊 每一个方法啊,以及每一个事例啊,啊 以及相关的啊,两个或者是三个啊,小的项目 实际的项目,开发的过程中实际的项目进行一一的讲解 使大家呢,在这个22个课程的当中呢 能够,呃,80%到90%的去掌握这个JBPM这个技术 这个工作流行这个技术 大家可以呢,在把10%呢,啊 用到日常的一个学习和工作当中 然后呢,进行百分之百的啊,在项目中去使用 因为据我们在日常的一个项目的开发过程中呢 也发现了JBPM确实是一个非常成型啊 非常好用啊,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控制器啊 用它呢,可以做一些很复杂的业务 这些都是可以啊,通过它可以是来的达到的 啊,大家看一下 下面呢,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逻辑图哈 它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图呢 就是说我们的日常开发的就是这种开发的项目 就是这样 就是说首先啊,前端是我们的控制器 前端是我们的控制器啊 啊,控制器呢,呃,那个浏览器 浏览器呢,通过web页面啊 gsp页面或者atml啊,atml页面 还进行控制器的访问 请求 控制器呢,去是会根据一些业务罗技关系呢 啊,调用它们中间层啊,业务罗技层 业务罗技层这里面呢,就存在很多业务关系啊 包括呢,我们的业务流程 哎,我们这边呢,就是简单的一个业务流程啊 流程从start节点开始啊 到stay,审批状态 然后根据它的判断是与否的状态关系啊 进行相应的一个返回或者的顺序执行 然后我们到下一个节点 就是流程啊,流转啊,noodle这个节点 这也是一个业务的节点啊 也分角色啊 到达了 然后它呢,也会进行继续的传递啊 到达一个审批的stay啊 第二个stay节点 然后也是根据它的一个啊 状态进行一个返回还是流转 然后最后到达我们的流程stop这节点 进行停滞 这块呢,就是一个很普普普普通腾的啊 直线流线型的 就是一条直线下来的 没有其他分支的一个业务流程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在啊 在bpm中用这种流程图的形式去构建的 业务逻辑呢,会根据 所需要的业务逻辑的数据 进行数据库的访问 最底层的db哈 数据库访问 业务逻辑呢 它指,业务逻辑呢 只跟业务有关啊 它不管你是用的是什么数据库 是Oracle 是MySecure 还是Secure 还是db2 它不管啊 它只根据需要的数据 我去取相应的数据就可以了 至于什么样数据库跟我没有关系啊 因为我们的gbpm这个工作流远型的 它跟底层的数据库呢 实际上结合的 都是用Harbornate这种啊 套件进行结合的 所以说呢 它也不是特别关心这个数据库 是什么类型的啊 都是关心数据库 它不管是大型的 中型的还是小型 只要你在配置文件中 把它相应的啊 URL 还有一些驱动类啊 数据库访问驱动类配置好 就可以去访问 跟我们做SSH框架里面的啊 一样 一样去操作 只不过说我们这个 右逻辑啊 Spring这块 我们中间插入了很多的这个gbpm 这个套件啊 这个插件 这个流程 所以说呢 可能就感觉跟其他项目不一样 实际上都是一样 就相当于我用了一个类 把这个类拿走了 又重新装上了一个新类呀 然后呢 还是数据库 返回数据结果 给业务逻辑成 业务逻辑成呢 返回到控制器 控制器根据跳转的页面的不同 进行浏览器的跳转 哎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给大家说明一下 他是怎么样的工作原理 第二个问题啊 给大家说 什么是gpm啊 gbpm 刚才给大家也讲了 gpm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工作流引型 一个套件 是吧 也是一个产品啊 他单独拿出来呢 放在任何一个项目当中呢 他都是一个产品 一个成型的产品 cpm呢 是一款开源的工作流引型啊 产品 因为他是啊 根据加瓦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和这个语言来说 都是开源的啊 提供原代码了 而且有很多的事例啊 我们可以在网上啊 在其他项目当中都可以找到 我们可以自己啊 去学习都可以 他这个工作流产品啊 他并没有采用的啊 BPEL或啊 WFMC这种标准 啊 这两种标准呢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阅一下哈 这两种都标准呢 都是工作流引型方面的标准 他没有采用这两种标准 而是采用什么呢 而是采用的是一种轻量级的哈 以smail这种语言啊 结构流程呢 描述 他使用的语言呢 是JPDL啊 这种语言 这种语言呢 我们也会在课程当中给大家讲解 啊 JPDL的好处 实际上呢 啊 他和我们在用 呃 JSP2.0的时候用的一颜表达式和用的 JSF当中的这个JSF Longary啊 这个语言的呃 表达式非常非常详细啊 他也是用那种警号啊 大括号 中间放在一些啊 参数变量或者对象 还可以做一些业务判断呢 逻辑判断呢 还都可以啊 什么税数预算呢 都可以 JBPM呢 使用的HarperNet啊 作为持久程的工具啊 他呢 嗯 整个对工作流的操作 以及对数据库操作 都是针对HarperNet进行的 哎 所以说呢 大家也看到了这个HarperNet呢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J2E这个啊项目当中呢 作用呢 是非常大的 哎 所以说呢 WTN呢 一定要看一下 JBPM怎么和HarperNet进行有效的结合 因为他了 他们之间呢 是呃 偶合性比较高啊 因为他是专门使用HarperNet 作为持久程的 啊 如果你使用JBPM 那你就必须得使用HarperNet 哎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这块呢 也可以试着尝试一下啊 如果不用HarperNet啊 会怎么样去操作啊 这个我也没研究过 大家可以在课业余当中呢 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研究研究啊 使用JBPM时候呢 啊 只需要把呢 什么呢 相关的JBPM使用的加包 哎 以及几个配置文件 放在我们开发的那个J2E项目当中 哎 就就可以去使用了 不需要呢 在像那个一接币的时候 好 我们还得配置一个啊 服务端的一个服务器啊 一个外边一接币服务器 所以说他呢 就不需要另外呢 配置一个流程的服务器 非常的简单啊 一朵 大家呢 首先看一下啊 我下面给大家截个头 哎 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Eclipse里面了 啊 在Eclipse这个环境下 开发环境 开发工具的环境下 哎 我们一个流程设计器 一个图形化流程设计器 哎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左边呢 这些是他的工具啊 右边呢 是一个绘制流程图的一个工作区 哎 大家看一下 他这里面有很多有选取工具啊 然后由star开始接点 stay 状态 and 啊 这就是我们结束 然后分支啊 还有聚合 啊 还有一些noodle 啊 还有一些text noodle啊 main noodle 哎 这些很多很多 还有个transition 啊 这是一个流程的一个箭头 指向 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这个节点啊 这个 我们这个啊 绘制的设计图呢 就非常简单 他是一个棍通式啊 流程式啊 从开始到结束 是顺序之间 并没有返回 也没有分支 也没有聚合 哎 大家看一下 实际上他这里面呢 分成的是三个点 什么点呢 第一个是开始 第二个是noodle 第三个呢 是and 非常像我刚才给大家画 这个业务逻辑图里面 那个业务逻辑啊 业务流程 stay 节点 就是状态啊 你控制这个流程的到这儿 有一个状态 是什么状态 在这儿呢 我们会读到他一样相关的内容 下面的也是 而且呢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叫token TOKEN这个对象 token呢 他这可以呢 进行流程的向下继续流转啊 也可以向上返回 有一些控制啊 都可以 而且他呢 非常重要 在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 这个也是我们呢 在下一节课 给大家做的一个流程演示 一个小的 一个Hello World的 一个例子的时候 我们会使用到这个流程 到时候呢 给大家一一的介绍啊 其中的一些奥妙啊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看我们的啊 这个整个课程 JBPM工作流这个课程的一些重点 其重要性啊 这里我罗列了是12 12点啊 但是不完整啊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 是达到了22角 所以说呢 有很多东西呢 我们都并到一讲里了啊 就为了给大家看的比较直观 所以说我就主要挑了这个12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地方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构建我们的JBPM数据库啊 大家都知道 大家在任何项目当中 你要想做这个业务流程的控制 业务流程的啊 一个流转 我们需要自行的设计几个表 几张表啊 首先这张表 第一个要有业务 对吧 比如说我这学生信息 学生请假信息 首先我要有一个学生请假信息的这个记录表 对吧 这是第一张 这是第一张表 第二张表呢 我要有一个请假申请的一个流程表 对吧 就是说我第一步到谁 第二步到谁 第三步到谁 最后到谁啊 我要一张这样的表 这是第二张表 第三张表 我要一种审批状态表 对吧 哎 我第一个人到了啊 比如到校长了 校长的审批状态是怎么样 一个是字 一个就是否 所以说我要把这个状态记录下来 而且每一次我操作都要去上一次这个人的啊 我要去检查他的状态 是否通过 通过了我才流转到第二个人 如果没通过 我不会流转到第二个人 这是第三张 对吧 而且我们还需要其他的一些表 比如说一些中间表啊 包括一些审批的流程与这个老师的基本息息或者是审批人基本息息这些关联的表啊 这些中间表 所以说我们简简单单的算起来啊 最少的用需要三到四个 而且如果我们业务复杂呢 哎 我们可能就需要很多很多的表 但这个表呢 是我们在以前项目当中自行创建的自行设计的 JBPM呢 工作流行呢 哎 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数据库底层数据库 哎 我们可以根据他的一些插面配置文件可以生成这些数据库在我们的数据库中 然后我们进行数据库相应的使用啊 他包括一些什么角色呀权限呢 这些都可以给我们生成 而且还有他的一个状态啊 每一个流程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比如说啊 比方说啊 我们在数据库中有一张表 他是专门记录我这个当前流程 就比如说我有一个审批啊 那个请假流程 他会记录我这个当前流程的一个版本情况 比如说我是2008年首一次颁布的这个请假规则是通过三个人 审批全部通过 此条信息啊 就生成通过 可能2009年呢 我又改变了啊 可能需要四个人了 哎 但是我呢 有些内容呢 我还得需要2008年之前的一些审批 有些呢 我会实行新的审批 这样呢 要是在我们以前设计当中呢 就是非常非常难实现 或者说的这个业务非常非常啊 不清晰啊 就是让我们把这个流程做的非常浑浊 可能都在做在一起 但是ZBPM不一样 ZBPM呢 他会根据你这个要求生成两条不同的两个流程模板 就是我们第二点要说的一个流程模板 根据这个流程模板的状态值不同 我们他会呢 找到相应的数据库中的记录 然后呢 进行相应的一个流程的流转 我们呢 也是在讲课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两种情况啊 第一种呢 是使用配置文件啊 上层 第二种呢 就是需要我们呢 去用代码去给他创建啊 非常简单 两样代码就可以创建搞定啊 但是说 还得需要你手工呢 配一些数据源啊 这些底盏的一些东西 第二个呢 重点呢 就是我们的所谓流程模板与流程实力 呃 流程模板与流程实力呢 呃 大家可能 嗯 有的听说过 有的没听说过哈 但是大家肯定呢 非常清晰 给大家做个比喻 流程模板相当一个对象 啊 我声明了他 流程实力呢 我去把这个对象实力化了 而且我要继承这个流程模板里面的很多方法 就是这个意思 啊流程模板呢 他可以说成是一个类 也可以说成是一个接口 我的流程实力呢 是继承了这个类 或者说实现了这个接口 这个类 哎 大家就知道了 他们是什么 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第三个呢 重点呢 是token 啊 token 刚才我给大家讲过了 有很多流程控制呢 都是通过他啊 比如说向下啊 返回 啊什么终止 这些呢 全是通过这个对象啊 来处理的 我们呢 也会重点的进行token 相应的方法啊 属性的一些介绍 第四个重点 流程的上下文 哎 这个上下文呢 我们用到了很多很多 Spring中有啊 Harvalet中有 呃 Stras这个外边呢 也有 呃 Sorlator 这些都有 这个流程上下文 这个流程上下文呢 我们用他做什么呢 在工作流引擎当中呢 我们在Jbpm当中呢 我们会用工作流 呃 流程上下文呢 去保存一些啊 像全局的 还有一些临时的啊 一些消息和变量 而且呢 我们可以通过他呢 进行 插面啊 配置文件里面的一些节点的 一些操作 所以说呢 在Jbpm这个 呃 工作流引擎当中呢 流程上下文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 第五个重重点呢 就是我们的啊 Jpdr表达4 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啊 他就是一种 怎么说 他就一种啊 脚本啊 一种脚本解析的 比较远 像我们的 E2表达4啊 还有 Jsf的 Longary啊 他就是在 Jbpm中 规定出来的 Jpdr 表达4 非常简单 第六个呢 流程节点啊 刚才给大家 呃 根据那个流程设计器呢 这个截图呢 给大家讲解了 流程节点 分着很多种啊 最常见的就是star 啊 and 然后noodle 啊 还有state 这四个节点 这四种流程节点啊 这是最常见的 我们还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分支啊 聚合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节点 任务 任务呢 嗯 这个词呢 很抽象啊 实际上就是一个动作 事件 因为大家知道哈 一个流程呢 你可以根据什么呢 可以根据的状态改变 去进行控制 而监控 Jbpm当中呢 他把这个事件这个啊 事件这个词啊 任务这个词挪了进来 拿了进来 他是基于什么呢 基于x啊 基于事件 我们指这个x是动作啊 事件 不是我们那个stress x啊 大家不要毁销了 这是一个概念 他这里是基于这个事件啊 处罚的这个流程啊 当你这个流程走到一个节点 处罚某一个事件 event 那时候他会处理相关的内容 而处理这个内容的过程呢 就是我们的任务 任务的调动 任务都处罚了啊 大家合计合计 想一想 这个任务的调动 会不会出发啊 他肯定是会出发的 调度的过程呢 就是我们流转的过程 这九个重点呢 就是我们说的啊 流程的同步与异步 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同步与异步啊 这个流程呢 我们刚才看的是一个单一的流程 所以说呢 他不存在同步与异步啊 认为他是一个顺序的 他只是一条线啊 走下来 他不存在 这个同步和异步呢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我们在开发啊 JBPM这个工作流运行 相关项目当中呢 我们会用到一些分支啊 比如说啊 我有一个学生 我请假啊 请假的信息呢 不是直线流程啊 请假的信息呢 是有学生处罚出来啊 同时第一个到达 呃老师班主任 第二个到达呢 是主任 校主校处主任 但是他们这两个人是平等的 就是平级的 平级的 同时到达啊 学生发出流程以后 他们两个同时到达 同时到达以后呢 他们各自对这家啊 这个学生那个请假息息 进行审批 审批结束以后 两个人的审批状态 汇总到一个节点上 这个节点到到节点的时候 他会判断啊 判断什么呢 是否都通过 还是是否都没有通过 还是说的一个人通过 一个人没通过 哎 这样的呢 叫做同步 还同时进行同步 异步呢 什么叫异步呢 给大家解释 异步 异步就是什么呢 异步就是说啊 不是同时做第一件事啊 有一个呢 可能又做了第二件事 有一个可能做了第三件事 还是刚才那个例子 学生处罚以后 到达老师到达校主任啊 老师呢 直接进行审批 而校主任呢 他呢 首先可能要询问家长啊 或者寻问上呢 优处老师 他在这个审批过程中呢 他在这个审批过程中呢 他又做了其他的事情 哎 这样就存在异步了 就是说的 你老师这审批这件事的时候呢 我去做了多件事 在我的一个流程点里面 我又有一个小的流程 这样就叫异步啊 所以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呢 用同步的情况下比较多 用异步的呢 可能比较少 但是说 呃这种异步呢 一般都是涉及到很复杂的业务当中 这个像我们一般做什么电信行业啊 移动行业啊 通讯行业啊 还有一些什么大的一些企业的ERP系统啊 CMR这种系统啊 啊 资源系统啊 我们都会用到 呃 因为他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流程 他可能是一个整个ERP的一个大的流程当中 有一些小流程 而且流程里面还套着流程 所以说他肯定会用到异步 到我们的 在我们的相关的章节呢 我们也给大家讲一讲 异步和同步啊 这两个块 第十个呢 就是一个 呃 这个JBPM产品啊 工作流程 也显然的产品当中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图形化的一个流程设计器 流程设计器的使用呢 呃很简单 就是一些拖拖拽拽的一些点呢 线呢 哎就是这些东西 但是说如果鸟是设计不好呢 哎可能就出现一些问题 哎怎么样用手动去编写相关的一个流程设计器里面的插描 配置文件 哎 哪个节点呢 是干什么的啊 哪个节点呢 是怎么去使用的 怎么去工作的 哎 我们都教给大家 用一些手写的方法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吗 呃 作为Java开发来说 它的 呃 空件的强大 没有啊 到内的啊 没有这个到内的微软 设计那么好 所以说呢 我们呢 一般动手能力要强 呃 编码能力要强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 根据我们上一啊 上一代 或者说Java人 留下一些好的传统 我们还是自己手写一些配置文件啊 配置内容 最后两节课呢 给大家主要就是 第一个就是讲的 呃 重点呢 就是 4.0啊 与3.0的一个差异 啊 以及4.0的一些改进 还有呢 4.0它自己 特有的一些特性 哎 这些特性呢 呃 每一个版本呢 实际上它的变化呢 并不多 啊 大家就可以看一看 我们常用的这服务器哈 汤姆开特 啊 它从5.0 到5.5 到6.0 啊 现在还没有出6.5 啊 据我所知 大家看看呢 实际上它发展过程当中 都是0.5个版本 0.5个版本 往生 或者0.1个版本 像我们MyEclipse 啊 3.3 3.2 3.1 3.4 啊 MyEclipse呢 啊 就是6.0 7.0 啊 6.5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7.5啊 反正它基本都是这个跨度 而且大家看了就拿MyEclipse来说哈 7.0和6.0相比来说就有6到7项功能是变的 而且这些功能都不是主要功能都是一些辅助的附加功能 对于我们一般项目来说呢 有的确实用不上啊 啊 所以说呢 大家不要非得追求这种新技术 新技术呢 给大家说一个重要新技术呢 首先你学习起来 自学比较困难 因为它有很多东西呢 都是英文的帮助文档啊 再一个呢 英文的可能也比较少 网上呢 你也收不到相关的一些培训的一些东西 新技术呢 不稳定 不安全啊 这个大家呢 做加法来说呢 在JDK上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根源啊 有很多呢 JDK呢 刚出啊 刚出测试版本啊 我们呢 用了 但是呢 发现有的时候呢 项目编译不不通过 或者是提示一些红色的一些提示细细 而且我们还找不到原因 我们把项目呢 反复的重建啊 配置呢 反复的配置 但是还是无助于事啊 但是怎么情况呢 我们最后发现是JDK的问题 他有问题 他有毛病 所以说呢 我们 再对于我来说啊 做一个项目很多年了 还是说 不要特别的追心啊 稳定 安全 是在做项目当中 是最主要的 如果你想玩高尖端 东西 那你就去做游戏啊 有很多算法在里面 那些东西都比较高尖端 如果你想做一个软件 啊 一个系统 给企业用啊 给什么学校啊 给个人用 但我想 还是与稳定安全为重要 谁也不想说我用了一个新项目 用一个新项目 用了很多很多新技术 大建成的一个平台 一个项目 今天坏了 明天坏了 后天坏了 而且还找不到解决他的方法 那你说你这项目做的是不是 有点啊 徒劳无功了 是吧 企业方呢 不买你的帐 你自己呢 还不对自己不满意 所以说呢 大家还是说 呃 学习新技术可以 但是在项目当中呢 尽量不要太去 呃 不要太去追求这个新 这个新往往会给你带来 整个成本上的压力 呃 这个系统上的压力 而且给你自己也造成很多很多不变 啊 这也希望给一些新的一些从事软件开发 加把开发的一个人呢 一个提议啊 这是本人的看法 呃 纯属的本人看法啊 好 那么这节课呢 给大家呢 主要就是就JMP呢 啊 JBMP呢 这个工作流呢 还进行了一下简单的介绍 和我们这个课程的总体的一个介绍 希望大家呢 能够在22课时与我啊 共同呢 把这个JBMP工作流引擎 这个技术啊 这个课程学习 学习到什么呢 什么程度呢 给大家说 你只要说把这个JBMP基础和它的最基本的这些基础掌握了 能够在你的实际的项目当中使用了 OK 没问题了 不要去钻牛点尖 有很多东西不需要你去开发 那你就不要去开发 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拿来 我们进行改进 怎么样它适合我们的所做的项目 我怎么去研究它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至于怎么样开发一个JBPM工作流 那不是你我来讨论的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这种实力 因为它这是一个团队 再一个我们开发的出来的东西 那就不叫产品 那叫试验品 试验品 大家记住 试验品 不需要在实际的项目当中出现 那样 会把一个项目高垮 也会把你自己高垮 也会把一个团队高垮 甚至 可能把一个公司高垮 所以说大家只要学好JBPM 这个工作流这些课 这堂 啊 这个课程就已经足够了 本节课呢 给大家就简在这儿 本课程呢 版权呢 归于北方网所有 欢迎呢 访问我们的网站 3w.i北风.k 我是你的讲师阳光 我们呢 下期课再见